阿根廷为何还要从法国进口超军旗舰载攻击机?最关键的还是穷。 资料图。 熟悉马岛战争的军迷是绝对不会忘记阿根廷海军的超级军旗战机,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火了两款战机一款是以色列用的幻影,一款就是阿根廷的超级军旗, 曾经阿根廷就用台层一举干掉了当时两艘英国先进的42型驱逐舰,从此以后这款战机便在阿根廷军队心目中树立起不可动摇的地位。 然而都过了差不多30年了,阿根廷还在想向法国购买退的超级军旗战机, 这又是为何,真的是这款战机已成为阿根廷军队的信仰了吗? 资料图,毕竟是军事装备嘛,当然和信仰没啥关系。 首先,从阿根廷自身的需求来看,他地处南美和周边国家也没啥大矛盾,切长期处于和平状态,稍微大一点的巴西, 人家现在还用螺旋桨的超级巨嘴鸟攻击机里。 其次,超级军旗战机总体性能非常全面,作战半径可达1200公里,同时可以对地对空对舰的目标进行打击, 马岛战争机陈英军驱逐舰中用的便是飞与反舰导弹。 资料图 不过,这些原因也只能说的却存在,但是最关键原因还是在于穷的问题,你说阿根廷要是像阿拉伯一样有钱,还用考虑杀呀,以上那些原因的前提也都是没钱倒置的。 原本阿根廷也是想正儿八经的购买几架新机的,实在没办法了,花了1700美元买了5架超级军旗,而且连飞机的模拟系统,配件设施也都一块要过来了。 就这样的价格整个购买计划还谈了五年之久,可见这几年的阿根廷经济是真的不行,由此军费开支也捉金箭咒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